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素有 维孝王国 黄袍佛国之称 是东南亚地区宗教 文化和多个民族的会集地 白洋应运 名师将士 文化传承 道脉延续 在每一代接棒者身上有着相同的神圣使命 一贯道总会王理事长慈悲号召 为前瞻道物全面的传承拓展 透过中华华夏文化交流协会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 中华文化海外之传播与传承 以一贯道为例调研 自2017年至世界各地 2019年1月份来到泰国进行一系列的访查 1月13日下午 贾泰国珠拉龙宫佛教僧侣大学礼堂 举办中华文化四海一家在泰国大会 与会七千多人来自各州府道清前贤 展现了高品质的迎宾礼仪 真切的热忱让贵宾前贤们感受道场的人才教育 是开发文化宝库的生命体验 开启通天智慧的索要 大会活动由崇德道场一千五百位道清精彩演出 大家不辞路程遥远 不惧排练的劳累 青春年华 爱道乐道 勤于学习 节目中展现了在地传统与文化创新的融合 白羊道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重现了温柔敦厚的天性 重返儒家生活的真精神 发育从德 在全世界有三十四个国家 我们在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 语言不通 怎么可以办到这么红档的道物 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不断地推动中华文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社科院的学者 讲了一段很棒的话 他说中华文化如果只有在华人的世界 才推动中华文化 可见中华文化是不够博大精深 到了全世界各地把中华文化的内容 转化为当地语言去做传播 总会结合各组线要进行的情绪中华 也调研的中华文化世界的传播 红展以及它的影响 三十五年前的四百间的公坛 现在变成七八百间的公坛 我们找到了奉献生命的平台 过去四十年的岁月 四十笔基盘嘛 未来还有无限的四十年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肩负着一份 称先起后既往开来的责任 在这非常的时代 这下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站在关键时刻中的关键角色 特别要感谢泰国总会陈理事长 各主线全能领导 点传师的扶持与配合 我在联合国工作很多年 在教科文 做一个中国人 我们都一直有个愿望 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 但今天我看到你们上午 简短的展示 我明白 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因为我们过去做的 大多数都是形式主义的 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说 希望一贯道会回到中国 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 不相信这一点 你们把中国文化 几千年的文化 这么庞大的体系 其实用最简单的 但最深刻的语言 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民族的基因 这就是中意和孝道 离开这点 我们怎么去谈我们中国文化 所以我要感恩一贯道 把我们这么多点的困惑解决了 一贯道实现了中华文化的 现代化转型 他把辱师道 三家文化 同合起来 而且和现代社会 实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一贯道解决了 中华文化 在现时代的体系化问题 尤其是儒家文化 在他的发源地 他的社会体系 基本上被错毁了 比如 私足 书院 祠堂 一贯道 恰恰是在 现代的社区 乡村 职场 重建了 佛堂 学校 重建了中华文化 在民间的 教化系统 让中华文化 再一次 魂西勾来 证明 中华文化 不单是 可以传到整个东样 而且可以传到全世界 它是融合三教而成 它能挑出一个字 代表中国的哲学 这个字就是道 现在中国大陆 国家领导人 也非常重视传统文化 为神圣制业 现身的人 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生活在真理 与奉献之中 白杨修士是幸福的 是最富有的 因为生命的意义 不只是哲学 或理性思辨的问题 而是一个人 真正具体生活 奉献所能 彻物本来 无为付出 担负责任 唯有如此 才能答复生命的内涵 回应世界 对我们的期待 1月11日 抵达泰国崇德佛院 热烈的迎宾 锣鼓喧天 由鹏自远方来 以城相对 以礼接待 盛宴欢迎 在相互问候中 展现了四海一家的和乐 在简报中 呈现大道尊贵 在泰国红展的盛况 各位典传师 秉承前人被得范 开荒播种 崇敬生命 热爱道场 与仁义为伍 与真理同行 一万道在泰国的佛堂 是一厢多景仙 一镇多佛堂 现在一万道 各组建在泰国 一年半 大人数大概五十万 已经是本地化 一万道 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 李成平 成功的人 做别人不愿做的事 做别人不想做的事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台商BDI集团创办人张前贤 是安东祖诚心的道清 创立事业至今四十年 是泰国第一所 有三种语言 中 英 泰的国际学校 该校培养人才 重视学生品德教育 与职业技能 同时与泰国皇家科技大学合作 学生毕业后 可以直接衔接大学课程 可以到台湾进修 成为BDI集团 及在泰国台商重要的人才资源库 一万道能打开人性 迷失的源头 找回原来的家 一贯弟子从正心修身开始 升华到家庭社会的淳朴 以祥和 后学非常地欢喜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欢迎大家 我们的学校也是在我们BDI集团 其中之一的一个事业体 后学全心全力 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的人 聚集在一起在这里办这个学校 把道德融入教育 融入在日常生活 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参与此次联谊会议的各位来宾 人越多道庆越多 那这个社会就越想和越没有暴力之气 但是呢我今天上午听了之后 我倒有一些新的体会 如果中华文化的道 只有用华语来传的话 就说明它还不是普遍的 刚才听到泰国的朋友们 用泰语背地子规 讲五轮八德 这非常让人感动 它说明中华的道德 是超越语言 超越种族 超越时空的 我觉得BDI它这个学校 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 把中华道德教育 加入到一个现代教育之中 这个学校的理念是 先求人格 后求卓越 这个理念完全是一个 辱师道三家圣贤 他们的思想 道风鼎盛 如风传扬 发一灵影 以文职谦逊的庄重 固本深根的精神 开创泰国奉恩楼道场 热忱地迎接贵宾 所有道清门 亲切的服务 温暖的笑容 细致的礼仪 使人感受了 温良恭俭让的精神 上天赋予的使命 就是要为人类的繁荣和平 和幸福而奉献 灵影道场 以优质生命的参悟 乘付着神圣非凡的 宏道愿力 秉承老前人 前人文词菩萨的 修办得办 高瞻远瞩的格曲 聚合智人勇的能量 对于大道拓展 有着义不容辞的担当 虽然说现今已经传播到世界八十几个国家 不了解一贯道是顺天理应人心的符合时代因缘的修办道的团队 我非常绝成的希望我们花音灵影 多多给我们一贯道总会支持 在世界有名的佛国泰国 道怎么能够生根 但是今天的泰国 大家公认是世界各国 这个道场 最有规模的道场 这就是道的力量 自然 无为 清清静静 道就好像天 那那个钱就好像悬崖 人有钱不了解道 就好像掉下悬崖 以开放的松怀来迎接一贯道 如果我们不说一贯道是某一种宗教 它到底是什么 我感到它是一种礼乐教化之道 中华文明号称礼乐文明 我认为它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讲 它承载了五千年的礼乐文明 这个道场 我们所讲的都是儒家思想的 就是因为泰国呢 很多人求道 修道 改变这个空气 一道同空 所以呢 中泰的友谊 要更加密切 更加清静 广记苍生 远传大爱 让我们在信仰中找到生命根源 让愿力使命 在付出中更加壮阔宏观 发医广记泰国贤良院 是接引众生的大法船 是培育人才的重要道场 泰国常住人员 开荒人员的座谈分享中 坚定不移的勇气 正知正见的力量 决心 勇气 智慧 以有限生命 创造修办的价值 与生命争议 让心火相传 慧命永续 虽然是天道 孔子叫做 先人和一之道 就是人心 人性和人道 对圣贤 诚敬 对他人诚心 发医崇德 清迈泰灵佛院 全体道清门 以勤奋 实力 智慧 一次又一次 辉煌地开拓 佛院美轮美奂 宽敞庄严 道清门精进修办 真诚投入 无为付出 没有神圣的天命 就没有庄严的道场 没有伟大的名师 就没有白杨的修办先锋 没有道场 何有我 没有前人 焉有后 知之欲明 行之欲读 凝聚 就有力量 合作 就有希望 团结共生 大融合 融合上天的旨意 坚强大时代的责任 为世界开启光明的未来 白杨修士 是大地的骄傲 是道场的荣耀 为世界大同的理想 奋勇向前跑 莫问道场 能为我做什么 而问我能为道场 做什么 承绩圣贤的使命 承绩未来的责任 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 朋友信之 道统文化传承 新火会命延续 齐心禄力 再创新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